而再来看到寻求连任的立委傅坤 其在支持者以及花莲县长许真卫 县城乡长和礼台 吉安乡长游书贞 花莲市长维嘉燕 以及多位称里长 地方士绅 社团民众都清零现场支持相挺 那么傅坤其在众多支持者的加油声 动算声以及簇勇之下 到达了会场并且进行筹签 而傅坤其是抽中了3号 现场支持者也立即喊出了 三阳开泰国会战将人民靠山 立委傅坤其表示 今天能够抽中3号是上天的旨意 象征三度政党轮替 台湾三阳开泰 台湾要做我们的靠山 国民党来为全民打拼 来为全民做靠山 更重要的是 后山要翻转成为前山 争取三项的主要建设 苏华安花冬快 国道六号三项的重要交通建设 一定要打通 三阳开泰 我想今天能够让三号三阳开泰 这正式表达台湾要第三次政党人替 台湾要做我们的靠山 我们来为全民打拼 来为全民做靠山 更重要 后山要翻转成为前山 重要的三项主要建设 苏华安花冬快 国道六号 三项重要的建设 都一定要打通 总统选三号 到侯永宇 富坤其 侯永宇 全力做人民的靠山 让后山翻转成前山 让台湾三阳开泰 让花莲台东 主要的三大建设 苏华安花冬快 国道六号 都能够来打通 让后山不再是后山 旭日东升 让后山翻转成为前山 成为台湾的靠山 我们一起加油 为侯永宇加油 为台湾加油 为所有我们的两千三百万人 来加油 富坤其指出三项的重大交通建设 都一定要打通 让花莲台东得以快速的发展 让后山不再是后山 旭日东升 让后山翻转成为前山 成为台湾的靠山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